在過去的幾集中, 很多朋友應該都會見到你五位參賽者為大家帶來各式各樣的表演。 可能大家有不同的感受。 嘩,這個表演這麼無聊這麼白癡! 一點都不好笑! 唉,還記不記得巴姐是不讓平民造星的參賽者表演唱歌和跳舞? 但他們的吸引之處就是無無聊無厘地把歡笑帶給觀眾的決心。 在上一集中, 大家看到可能只是很簡單的古典音樂。 一個抽筋的拳擊手。 甚至乎是一場很普通的獨腳戲。 但這些就是我們表演者最想帶給大家的東西。 歡笑和快樂。 大家失去了很久的東西。 今集就是最後一集。 不妨就給大家看看一些認真的東西吧。 就給大家完全想不到的新體驗。 好希望大家看完以下下來的表演, 都可以明白什麼是平民造星。 現在就會有一한다! 你們都是我。 快樂! 快樂! 今晚這個表演, 可能你從來都沒有看過。 不過我可以告訴你, 一定是非常認真。 大家好,歡迎收看《晴晴思雨》 今集邀請了一位比較特別的嘉賓 可能有很多觀眾聽到這位嘉賓的名稱 就會覺得他有幾重的身分 又或者有些觀眾會覺得 這位嘉賓的名稱好像挺異熟能詳 也是的,當你打開你的手機時 聽到你熟悉的歌單 有一些比較異熟能詳的歌曲 例如《牆傷屍首》、《離雲記》 或是《動物農莊》等等 也不難會找到他的名稱 沒錯,我們今天邀請這位 就是比較低調、有才華 著名的填詞人梁柏堅先生 有請,歡迎柏堅哥 很感謝你上來我的節目 最近忙甚麼呢 最近沒甚麼忙,我全是香港人 看不出你跟我一樣都是階層出身 算是一些歷真相 由香港人才生精神 我沒有 我覺得你有 我天生是屁的 屁就做到這個位置 我其實不選擇我,變成這樣 好…為何不選擇我 不知道 可否給我一點 未到也有可能 但我知道 其實跟你現在的形象很不似 其實你在銀行工作過十多年 是一個backoffice的高管 是甚麼驅使你 做了十多年偽然 會去事戰做一個填詞人 其實沒有錢 都是窮,下山四個字 窮甚麼都要做 哪個男人不想有好歸宿 是不是 我其實是想教有錢人 男、男女都可以 我沒有這個名字 等下吧,我也在等 其實未有這件事的時候 還可以做甚麼 就先拿著東西熬夜 還沒去做 我記得你有一句金句 你當年說 你收到這個消息的話 你覺得很開心 因為下年今年我就可以喝酒 不用上班 是,其中一件事是 其實這幾年還在喝酒 然後喝到… 差不多到正值了 即是喝酒是來正值嗎 暫時是,因為沒有其他人做 是 如果有工作做就那個正值 填詞是副業 暫時是 因為填詞的時間 比喝酒的時間少 喝酒的時間多 喝酒是正值 如果睡覺的時間 多於喝酒的時間 睡覺就正值 這個值得學習的 我真的亂說 你也知道 我相信的 其實是有點難度 因為導演是前兩天才給這個嘉賓 所以我就要做功課 還有很少資料 再加上我不知道他的答法 是他想弄我 他很滑水 我對你最近有一首作品 比較好奇想問問你 就是J.R.R.轉場 叫做《陰陽道具》 看到一些報道 其實你是一個小學四年級的同學 想到這個名字 其實有沒有一些故事 可以跟觀眾分享一下 有的 那個小學同學仍然有聯絡 但很正經 做了別人的父親 生我兩個女兒 我播放完一首歌之後 他就私底下傳給我 他記得當時還有啟動的 我網上也說過 下雨天帶雨 你出太陽帶甚麼 我知道 不知道,你喜歡吧 但小朋友是不會回答這件事 對,小朋友是不會回答這件事 但我們小朋友是回答這件事 我們那時候是喜歡玩這些 所以我還藏起了很多這些 如果你願意唱歌 我也寫給你 你寫我願意唱的 但… 但現在不敢唱 因為現在是… 唱沒所謂的 其實MV有一點十八感 那不關我一點他 我見過找了強尼和蝦頭拍 這個就不管你有沒有參與 我…我不想參與 你有參與嗎 可能我沒有見過你真人的樣子 你以為我就是強尼 不是 我跟Jerry聊天時 他會說照顧他 沒問題的,他能頂得住 對,這個女生也很拼搏 你接下來也會有一類型的作品 是嗎 有,甚麼都有 好,你留下兩隻給我 有人幫你作歌,我替你搞 好… 首先感謝KB提議我 因為本來我真的想唱歌 跳舞 幸好你沒有了 對,我知道 不要弄到觀眾 因為我自己覺得這件事 對我來說是一件很普通的 但可能在他們的眼中 就會覺得原來都是一個才華 是他們提醒了我 那我就用了一個另外的形象 跟之前的另一個節目 給別人的感覺很不同 這就是做回自己舒服 其實我也不太喜歡閒聲感 有得減也不想閒聲感 的確是看得到澄澄的另一面 但是也要看評判 是拜還是拜呢 我想問一下 為甚麼你選擇這個形式 做成一個表演節目 因為我覺得如果 沖的咖啡都是一個表演節目 我覺得做主持是一個 非常專業的表演節目 他自然是一個 專業主持 他可以不停地湧現一些問題 但你是不是做了很多功夫 還是真的即時想問 有做功夫的 但也要看拍拼歌的一個 反應沒有合作過 你很投入吧 做這件事 做得很好 在這個時刻 Zoe哥要爆了 混蛋 混蛋 這麼多混蛋 他都頂得住 是好爺 麻煩Zoe哥精彩的演出 接下來已經到最後一個表演 我相信大家應該跟我一樣 都非常期待 可以完整地看一次他的表演 有請 小燕 其實在開始之前 我想說過故事給大家聽 之前參加完 《全民造星3》之後 其實一直都面對很大的壓力 包括很多網民的評擊 其實一直都很不開心 有網民笑我是瘋狂 但我不是瘋狂的 我一直都很努力向夢想進化 也有人笑我可能英文很差 但因為其實一直 從小到大都是讀本地學校 學的是港式英語 所以其實我都已經很努力去練習 很努力去進步 但希望大家可以給我一點時間 去努力去進步 有很多Youtuber網民去評擊我 可能取笑我 但這一切一切 我都很累累去承受 亦都很乖乖地 去吃一些抗抑鬱的藥 去面對 現在我很勇敢地站在這個台上 表演給大家看 希望大家也可以一直 見證著我的成長和進步 謝謝大家 其實我看到你剛才說 被一些網民評擊不開心 但你也很勇敢地做一次給大家看 還有我看到你表現了一個開心的一面 不僅你 其實我也試過被網民評擊 我也試過不開心 可能今天會有人評擊你 但其實接下來你如果做得好 有另一班網民就可能會贊給你 我和你一樣 我一開始都是被罵的 我現在是有很多堅持 還有很多努力在一邊 我真心覺得你很珍惜 所以剛才你說的那一段 其實我覺得真的很感動 所以這次呢 那就好吧 谢谢《平民造星》的全体上上下下的工作人员 我是Magic Winnie和小盈 希望下次再见大家 拜拜 已经顺利完成了我们所有的表演 综合所有评判的意见和花姐的感受 我们认为每一位参赛者 都应该成为我们《平民造星》的总冠军 我们现在立刻请出我们最后一位特别嘉宾 KB 麻烦你 为我们颁发《平民造星》总冠军 我觉得很好玩 其实我没试过做搞笑的东西 我一直都很想试 刚刚有这个机会让我试 做搞笑的东西 因为其实我听很多 我身边的人都跟我说 我本身整个人是一个搞笑的物体 所以变成我可以做到自己想试的东西 其实很开心 大家为何要做这件事 为了给我们一个机会 我们五个重新表现我们自己 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机会 正如说一些官方的东西 其实人生不是每件事都有第二次 但这次我们参赛有第二次 是开心的 所以我觉得无悔 就算做得不好 其实也是一个经历 下一次做得好一点 我有狂笑和有千尺浪动力 成海海妒忌我 很多时候有些人搞笑了 另一个明星的首歌之后 很多时候被人不停地露出 我觉得我们的机会是这样的 你也承认暂时来说 这个表演是你的代表中 对,好像我的首歌似的 也很厉害 不是,我身边的朋友 我都模仿我了 在我家里 你只想一见到我就 未来有什么打算 要继续上班 还有未来也会出首歌 你还敢唱歌吗 你不怕就被人骂了吗 现在就I don't do do care 为什么我要听那群不支持我的朋友说 现在有一群很支持我的人 所以就听她们说多一点 吸收多一点静能量 演艺方面 我上次什么都试试 其实都没有怎么定型 那现在看着镜头 做一个 练斯牙说英文 I'm still loving you 练斯牙骂餐厅伙计 是不是傻了 肯定很难吃 做一个白黄的样子 来看看 恭喜五位又毕业了 之后大家能不能做到星 都不是很重要的 只要做一个人 做回自己 就已经是大赢家了 人生也可以 我不是很难吃 我一次 你不记得 我可以说 是不是傻子 从今天 都没来 原来 という 对